至少公共設施 有有 包括社區或學校 可以吧 學校的部分 因為它是教育部的範疇 我們主要是社區的部分 我們社區的公共設施部分 我們有在做那個 他們光電的那個發 就是它比如照明設備的部分 或者小型風機 小型風機的部分 目前我們那個經驗還沒有 但是我們有在太陽能的那個 照明設備的部分 如果要相關幾個學者 我們覺得有點小 打掉電池 對,對,對 小型風機也打掉電池 好 川流市的那個小水力發電都可以 我們那個時候沒有講 沒有講說 綠色的原資是太陽能吧 因為是多元的 我想我們這個 我們會盡力繼續收 我們也希望跟能力局那邊合作 我們也請能力局來知道我們這個部分 好,謝謝,謝謝 未來我們的水保局留在農業部的 就會成為這個城鄉規劃署 是不是 農村 現在改成農村及農村水 好,來 那未來我們以前印象裡面 在山上做水爐保持的是 建南環境資源部 好,來,謝謝 那我們社會官員已經這個發言完了 那我們是不是開放那個 我們大家提問 不知道有誰 來,如可以看 我其實齁 在這個 在關鍵再生人員的這個議題當中 我們也發現說 其實有很多 不管是業者 或者一般的這個個人 在那個申請那個 再生人員的那個程序的時候 我知道的是 好像日本的是那個申請的那個表格 大概需要兩頁啦 那德國應該是四頁 那聽說台灣是大概要寫250頁的這個申請的表格 然後大概要蓋二、三十個章才能通過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是在台灣其實在 不管是像是縣市政府 他們的那個申請的那個門檻 或者是怎麼樣的這樣的友善環境 可以在這個層層上面 如果說政府真的是要展現這個 對再生人員的這樣子的支持的話 其實不管是在行政上面 或是在目標上面 我覺得這大的東西應該要更友善 這個是應該是那個 我們部專 好 謝謝 還有維恩還有那個高醫師長 那個 當然這個其實很多業者都在講說 我們的那個申請的程序 有點多了 大概大部分都是太陽光燈 因為現在比較多申請太陽光燈 那其實現在有兩個構面 第一個構面就是 如果你這個電廠 你這個設備蓋了是自己要用的話 基本上我們的程序已經非常簡化 它只要填兩張單子就這樣 好 這個是自由 就是說你工廠屋頂自己蓋一蓋 那個電子要自己用 那如果涉及到就是說你蓋了以後你要賣電的話 那個就比較複雜一點我承認 就是說第一個 因為它有些是要跟台電去談好 它怎麼樣 可不可以辦進去 它規限有沒有夠不夠 還有一些就是建管的規定 因為我們總不好發生說 就是說如果裝在屋頂上面 台風來的時候 有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基本上它有一些 該管制的部分 我們基本上還是去打過確可 那那個部分我們也是盡量會再簡化 那所以如果你是用的話 其實已經很簡化了 那但是就是購電的部分 可能我們還會繼續努力 那就是需要大家努力 因為也許一開始大家的經驗比較不足 所以需要看的努力比較多 那慢慢慢慢大家經驗越來越夠的話 大家會覺得說 有些文件其實就可以再簡化 所以他也想問 我想剛剛使台電的一些地方的這個 居住的人員的經驗不足 他就是出處設防很擔心 反正都弄到他自己萬無一失 那別人多麻煩 他也覺得這個就沒辦法 那但是我覺得到目前我們已經 這個運作這麼多年 你是不是選一個SOP給我 那個OK 那個我們大概 我那張都有 還是我再弄一份 那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大家再去實際的去查一下 真的是這樣子嗎 還是他們會自己 各居住的人會自己跑出一些 他們自己認為他們一樣的東西 好不好 有時候我得到的訊息 是每個居住的那個 有時候規定還不一樣 這個可能要問一下台電 不過我們的理解是說 像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的 因為光電資源的發電量比較好 都在南部 就是像屏東高雄 這個大概是台中以南 所以其實台中以南的 台電的那些去處 大概都非常非常的熟練 因為他每年切單子非常非常多 那北部的話就是可能需要一些 因為他畢竟量比較少 他一年可能切單子比較少 所以他那個需要有一些就是說 他們的去處之間需要一些交流 大概 那我們說李組長 你聽到了 我瞭解就是太陽光電是這樣 我們全國有好幾個去處 但是我們公司都有規定一個 標準的作業程序 關於病年方面 標準作業程序 而且有限定 這個從收件到處理到什麼 它都有一個流程的一個時間的一個限制 所以我們這部分應該都是已經標準化在處 只會是說他的案件本身有些特殊的問題 比如說他太陽光電 他想要裝設的那個屋頂 他本身是可能是違章建築 像這一種的 才會有一些其他的法令會卡到 但是如果說就病年的部分 尤其是比較小容量 我們現在都是也不需要審查費 都已經降低標準 那只有大容量 我們當然要考慮到他對電網的影響 那就會還需要做一些協商 好 謝謝 那還沒有誰有其他問題 來 謝謝 總委員各位 大家好 我這邊想要提到的幾個部分是 就是關於我們現在討論再生能源 我是從宜蘭來 那宜蘭目前的話 評估上面最適合的就是屬於地熱發電的部分 但是最近幾個月我在宜蘭這邊參加就是關於地熱的各種發展的可能性的相關理研討會 它其實有很多就是很根源的問題是目前在發展上面沒有辦法被可服的 比方說現在的電廠他們要求就是必須要符合環評程序 但是不是說不願意去走環評程序 而是環保署這邊或者是環評 它到底應該要具備哪些條件 確實一直沒有被討論 然後也沒有一個相關的法令或是相關標準 可以讓電廠或是想要發展第二的產業的同業人可以去了解說 那到底我們應該符合怎麼樣的環評的條件 那再來就是說 還有一些相關適用的法令它沒有辦法被破解 比方說現在因為沒有地熱相關的資訊或是法令去處理這個發電的問題 所以它可能會牽涉像溫泉法或者是各式各樣法律 那它其實都跟地熱在使用上面是毫無相關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比較遇到困難的就是包含像地質探勘資料的不公開 那很多這方面的部分變成說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廠商想要去開發 它必須就是要自己鑽井才能看看這些資料 那它現有可能當地的一些地質資料是 都沒有辦法從網路或是一些公開的資訊上面可以去取得 那造成可能很多廠商他們因為成本的提高 他們就會拒絕或是有困難去做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那再來就是在國際經驗上面 他們也沒有說希望跟國際上面已經有地熱相關的資訊 或者是經驗去做一個配合 或者是人力的培養的部分 尤其是現在其實像菲律賓這20年來 光是在地熱的發電就已經比台灣進步非常多 但是在台灣的地熱這邊 目前都沒有聽說有任何跟國際想要接滾 或者是就是技術合作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希望說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跟大家做討論 謝謝 因為今天環保署的官員沒有來 不過我有聽說說有一位環民委員問了多少個問題 多少個問題 要問苦足 看起來顯然是一位對第二不了解 然後又非常充滿了疑慮的那個 那我知道那位環民委員 我們在環保署的規定都說應該做這個 兵役迴避 但是我們發現利害委居的那個害 就是對戰政的人非常不友善的人 並沒有迴避 這是非常困擾的事情 不過這是跟我們國家的政策相關 當初為什麼會請這樣的人來當環民委員 不過我想我會再跟那個環保署那邊再聯絡 我們上次開過協調會 現在水利署那邊的一些疑慮已經有解決了 就是說你完全是循環式的 沒有把那個水不斷的消耗掉 那個水如果都在管線的管線裡面 它就不用受水利法 因為那邊有去動到它的水 那這個這樣水利署有答應 這可以我們再繼續協調 沒有辦法只好過關斬將 遇到這麼困難 就只好一關一關的這個解決 好來 那那個還沒有什麼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因為今天會有這個會 就是說台灣如果真的開始要來 那我們在公立點頭的措施 那可能需要有些會的幫忙 那像剛剛什麼 假設說台灣能夠有成立於 塔羅馬克的合作社 那合作社會以原力為目的 那如果水保局可以有協助 那因為有的水保局的協助 所以他也不一定要賣台電比較貴的店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可以有這樣子的 形成這麼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 很好的合作方式 而且就是我們也知道說 太陽能可以在接鋒用電的時候 可以幫那個 我們的系統 全清很多的貨物販 那有可能有幫我評估說 或許台灣在有限的 不知道合年合月才能夠 變業法才能夠通過的那個 那個千里之下 或許有辦法弄出這樣一個模式 假設啦 假設我們真的能夠農業核設 然後核設不以原力為目的 所以就不會有剛剛那個 那個課長說的那個原力的問題 那因為也有水保局的一些協助 所以我們的成分可以降下來 所以也沒有賣台電這麼貴的 那個的那種問題 那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說想要請教各位這樣 會不會有些機會 然後請水保局會副長 我想這個 我認為這個應該看起來不是個案 我想我們水保局會納回去 很重去 我們會很神聖這個 了解這個問題 而且我們也希望 我們也可以檢討這個狀況 我認為 我認為這個很有可惜 我個人認為很有可惜 但是我這邊也說明 像那個尤其達魯瑪克這個部分 社區從98年之後 農在 條例通過之前 還有上課 之後就都沒有上課 然後我們也希望他們加油一下 然後社區盡快有機會參與 我們再次 我們也希望說 也許你們未來 我們會有些做示範點的部分 也許可以拿你們來當示範點 也是一個很好 那我們也可以 如果這個案子 可以讓我們得到一些經驗 回饋到也許 我認為這都可以突破的 我想這個是 可以大家可以演唱 我們也有機會可以去突破的 以上 好的 那那個 吳文莊 謝謝 那個我再補充一下 因為現在其實台灣大部分的太陽光電廠 就是差不多 我應該是說 500KW 500KW其實 對部落來講應該已經很大了 很多電廠其實它不見得是 就是土地所有人 或者是建物的所有人 它自己出錢蓋 我們有一種模式叫做PBS口 就是說 它本身呢 它可能跟某一個廠商合作 它提供建築物 然後呢 那個廠商它提供設備 然後他們中間去簽一個合約 然後呢 那個設備商 它就持續去營運它那個發電設備 那透過營運發電設備的部分呢 它就可以同時付 它從台電那邊拿到補貼以後 它同時可以付這個租金 同時也可以做這個設備 當作設備 它因為購買設備它要做投資嘛 它可以慢慢的把這個投資還掉 還可以加一點錢 那所以其實台灣這幾年 為什麼發展得這麼好 其實大概這個模式是OK的 那這個模式 甚至現在有一些銀行 或是一些駐代公司 它自己本身自己就有在做 因為這個行業看起來 其實在台灣是滿有利益的 所以我是建議說 如果部落也可以 就是像我知道說 像台東縣 它有所謂的公有屋頂招租的那個房子 它也是其實是把公有屋頂 就是用標註的方式 標註給廠商 然後廠商它設好太陽光電 它就會去發電 然後學校可以得到什麼 學校就可以得到回饋 那好處是什麼呢 因為那個廠商它最後的收入 就是靠那個發電 所以它會很用心的 去維護那個發電的設備 那就是三方都可以 所以我是建議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部落可以 所以我們也不適合去 去揭曉一下類似這種業子 好 謝謝 好 那王總方 王老師 不過剛剛那個川 我們那個記者 後面記者先發言 不好意思 老師 他都在前一輪已經有舉手 謝謝 那接著等一下就王總方老師 一個專家們先進門在這邊 我只是一屆公民 我也是台電工程師的子女 所以呢我只關心我的荷包 因為現在我們薪資手的那麼低 為什麼電費那麼高 就像剛剛老師也是大家的共識 今天大家都知道 台灣我們住家能花多少電 我以前我小時候我父親告訴我 我們燈這樣開整個晚上 才幾毛錢而已 那為什麼要不斷的去漲價 去剝削我們的 肯視我們的荷包 那今天 傳統產業也退出西進到中國 到東南亞去 用電量最大 最主要在工業店 你們台電的電力公司 有沒有在這個計算上說 把工業用電量 工業用電量的大 多寡 計算它必須要付比較貴 貴比較多倍不是現在的 我們都在擁護權貴 然後再來 今天你推力能 你再掃個部分 那好還有再來請教一下 記得在媒體上說 你們有四個還是五六個 自己的紙電廠 衛星電廠 請問那個叫國外 未說賬款收回來了沒有 還是跟連方雨一樣 錢太多了 忘記收回來了 那再來既然是赤字 為什麼每年我們都看到 台電員工領那麼多的分紅 跟年總獎金 這怎麼解釋 請台電給我們 我們台灣人民 我站在一個台灣志工上面 對台電提出這麼一個比較苛刻 希望你們能夠回答這些問題 因為我們很苦 台灣人很苦 在開發能源上面上 我沒有辦法專業的提供些什麼 我只知道 我們要過去 我們要活下去 請台電 不要再剝削我們台灣人民 謝謝 謝謝 謝謝提供寶貴意見 不會因為 我們今天討論是公民電廠 不是電價 電價我們下一次 如果有機會 我們開一個專題 來討論電價的問題 以及台灣的這些其他的問題 謝謝你 好 接著我們請王頭發老師 謝謝 謝謝 囊園局的代表 應該是一個很優秀的研究 我在立法院的時候 我想 que我們那個時候在推 在生裡面發展條例 他也是很邁逆 可是他今天的講話 有點失望 基本上那個 定那個匯率 那個 輪郭匯率審議委員會 他本來 他的權責就是 應該去生意 各種不同 各種不同的在生能源發電的成本 然後給他合理的利用 那你去 搞一個 這個競標的方式 說這樣就可以接近市價 這個是 欺騙社會 而且 所有的這一些 廠商 因為這樣的競標 所以就是殺的頭破血 都是虧損 2009年 你曉得 太陽能產業都淪為四大產業之一 七產的產 你現在說他們有利基 你看今天 你看看 現在那一些太陽能上市的公司 原來都是 搞到百元俱樂部的 現在 有的都變成個位數的 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在福島的 這個產業 所以 我們現在開放 人家批命要去蓋 但是 你就是用那個推廣的 那個規劃的量 當上限 讓他沒有辦法 然後就是用競標 這個東西 根本就是違背 我們原來 這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的精神 那你們能源局 竟然是這樣搞 當然 我曉得那個時候是經驗會搞的 我那個時候在跟經驗會的那個副主委辯論 所以 那一年才沒有通過 那你們現在這樣通過 然後還說那個東西接近市價 所以現在很多 那一些 在生能源 那個 太陽能公司 那你就退出 對不對 那如果說 這個是 可以去發展的 你讓他 這個有 有那個 這個 我們一般講說 合理的利潤的話 那你為什麼要限制 他這個量 每年限制 只能夠多少嗎 是這樣的問題 那麼 這方面 根本沒有好好去檢討 還說 這個他們有什麼利益 現在 基本上 我們在發展這一種 本來說 是可以 這一個 住室性的這一個能源 這種 自產能源 公司 我們根本沒有好好去獎勵 我本來是很不想再站起來講話的 但是 我覺得 這樣的 這個發言 是 真的很讓我失望 剛剛 這個問到這個電價這個問題 我也對我們 台電的 這個 朋友 雖然 雖然他 不是在宣揚 這個核電 可是 都是講核電便利 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 也是很不應該 因為 他為什麼便利 就是 會計帳 我一直講 當然 今天如果 我要 跟大家講這個 完整的講 這些 電價 這些能源價格 怎麼繼續計算 可能好幾個 小時 大概都講不清楚 基本上 他要會計 會計帳 會計帳 是怎麼算 很簡單 就是我今年 這個 花多少租電 那我今年的 那個 花的成本多少 就這樣去算而已 可是 這裡面 因為 核能電廠 我們現在三座 核能電廠 都應轉超過二十幾年 他的 折舊費用 都已經沒有了 核電 最貴的是 他 蓋電廠的 建廠成本 還有 就是 他未來 廚藝以後 廚藝的成本 整個核廢料 組織的成本 那一部分 都不會出現在 他的會計帳上 因為他已經 運轉二十幾年 折舊完了 所以 建廠費用那一部分 沒有了 等一等 那麼 未來 他們會說 我有核後端營運基金 那個 才提 美度 一毛多 這個都嚴重低估 因為 未來 核冷的廚藝 跟核廢料的處理 絕對是 建廠成本的好幾倍 甚至幾十